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 壁谷是个技术活这个主题呢 其实还是来源于我和壁谷的缘分 我呢接触壁谷 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其实可能听过我的分享的 以前听过我分享的老朋友都知道 我呢是被骗进壁谷营的 为什么要用一个骗子呢 讲起来就很好玩了 因为大概我的爱人从17年开始 他因为身体的关系 就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养生方法 然后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他也开始接触到壁谷这样的一个养生术 然后呢他在这个接触学习的过程中 他学习和比较了很多的壁谷机构和壁谷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有一次也是无意间遇到了我们喝风壁谷 在这个过程中 他就开始什么呢 在对比中知道 喝风壁谷真的是特别好 然后他在家里面也就不断的去练习 因为当时呢家里面也有小宝 小宝呢17年小宝还比较小才一周多一点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去 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壁谷营学习 他只是呢通过网上的一些学习 但即便是这样 他的身体包括自己的他在家去施行壁谷的过程中 他也有了一些收获 所以呢他就不断的在我的耳边 不断的告诉我 哎呀壁谷这个事有多么好多么好 你也去学一学吧 但是呢因为最近三五年呢 我一直在学习这个传统的中医 呃 调理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呢也跟着别人做做中医调理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自己对中医不断的投入时间去学习和了解的过程中 经常会遇到身边的朋友 包括身边的亲人 还有什么呢身边的客户 大家普遍型的都有一种什么现象呢 就是说很多人都是气血双亏 然后我们不管是用中医的方法也好 还是西医的方法也好 很多人都在不断的用药物 用食疗在调理自己的气血 在补气血 所以说在我的潜意识里面 我就认为 这个我们用那么多的方法 用那么多的药材去补还补不上来 反而妻子在不断给我分享的 说通过臂股能好 在我内心里面是深深的不屑的 就这样断断续续的 妻子在家里面一直在尝试 慢慢的因为自己从事这个调理工作 慢慢的自己有了一些困惑 什么样的困惑呢 因为在我调理过程中发现有两种非常奇怪的现象 什么样的奇怪现象呢 有一种是什么呢 有的人来了之后 在调理的过程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理 他完全已经好了 他身上的病痛完全已经好了 但是呢 奇怪的是他回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病痒痒的来了 然后第二种人呢 是有的人的病痛 通过调理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恢复的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他总会到一个坎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用任何的方法 技术去处理 用任何的药台去处理 发现他总在那个坎上停止不动了 他不会再往好处走了 这个时候带着这样的困惑 我也去做了一些其他的学习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 其实人身上所有的病痛也好 或者说所有意识里面的 想不开的事情也好 其实核心在于 我们人的心没有改变 就是我们这颗心没有改变 然后因为我们的心没有改变 我们带来的我们生活中的生活习惯 和意识习惯没有改变 而我们的身上的病痛 其核心都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过往我们错误的生活方式 或者说我们错误的思维方式 造成我们身上这样或那样的病痛 带着这种疑惑呢 突然有一天 当妻子在给我分享 咱们的壁骨营链接的时候 突然那一刻 我内心生起了一种 什么样的想象了呢 当时内心就特别好奇了 说呀 爱人学了这么长时间 还一直在给我说这个好 当时内心就生起了一种好奇心 就说要不正好那段时间也不太忙 我也去看看到底里面有什么好 好在哪里 能让爱人这么一年多的时间 不断地在耳边说这个东西好 就带着这样的一种好奇心 自己一头扎进了壁骨营 在壁骨营中 听完心法 才真正意识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喝风壁骨有差的好在哪里 因为壁骨是一个什么呢 壁骨我们知道 就是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啊 壁骨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非常精粹的一项养生树 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很多人 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或者不了解壁骨呢 很多朋友可能会听到壁骨 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中 很多人只是把壁骨 简单的理解为什么呢 理解为不吃饭 或者说 有些人只是把壁骨简单的理解为成什么呢 幻石 比如说 我们有学员说的什么丹药啊 包括什么的 现在社会上比较流行的这种叫什么呢 鲜酥脂的那种幻石 它也是壁骨的一种变种 然后接着讲我的经历啊 就是说 当我自己进到壁骨营中 一下子豁然太老了 我们的壁骨营中 我们讲的壁骨心法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看开我们生活中的一些 让我们原来纠结的事情 然后呢 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不仅让我们心里面能看开一些事情 然后呢 壁骨还教给我们很多生活中 让我们简简单单的能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我们的大野健身法 比如我们讲的天行剑 甚至比如我们经常要看的直播 这些非常简单的事情 可以帮助我们潜移默化中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和我们的思维习惯 当这些改变的时候 我们很多老贵有在分享的过程中会说 哎呀 我来学壁骨了 但是呢 我发现 我还没有学会壁骨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 哎呀 我多年 用过了多种方法治疗 或者说改变不了的一些慢性疾病 反而有一天突然发现好了 为什么 很多人好像不太理解 但在这里呢 我就想给大家说的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在学了 到了壁骨营 我们学了壁骨心法之后 我们回到家里面 开始去亲身去实行实践 实践什么呢 实践 实践我们的壁骨准备功课 而且最核心的是实践我们的大一剑 天行剑 这些准备功课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经常去壁骨论坛 去看我们前行者 我们前边的古有的精品日记 通过这样的学习 让我们在我们的内心开始相信 相信这些东西可以帮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开始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所以呢 包括我一样 我虽然是带着好奇 带着带着一种不相信去的 但是呢 我第一次到壁骨营 当时就本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说既然来了 那就尝试一下吧 然后第一次壁骨营 就完成了七天的壁骨 然后后续呢 回到家中隔了有一个多月 又去实践了自己 又实践了一次七天的壁骨 即便是这样两次七天的壁骨 我发现 我从上大学开始十几年的胃病 就彻底的好了 当然了 因为我之前没有做准备功课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深深的教训 在这里呢 也分享给大家 就是说什么呢 因为我是奔着好奇心去学的壁骨 然后呢 我就一头去实践了 既然这样也自己有了一些收获 因为什么呢 我听壁骨心法的时候 我明白了 因为我没有提前做准备功课 所以说在我壁骨的过程中 我身上的那种反应 真的是非常痛苦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第一次壁骨 壁骨营结束之后 我往家走的过程中 从这个换火车的过程中 真的吐到那种 胃里面那种酸水啊 又涩又涩的酸水 还是有的时候还会 吐出来那些东西 真的让自己难受的 够呛 这就是因为什么呢 后来在自己持续的学习过程中 才知道 为什么自己的反应会那么强烈 就是因为 我之前没有好好的做准备功课 这是一种 你当你准备功课做得不足的时候 你身体在自我修复的过程中 在通过壁骨自我修复的过程中 的一些正常的反应 但是呢 如果我们准备功课做好了 做足了 这些反应都会微乎其微 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反应 他身上的病痛就好了 然后当我自己通过两次的壁骨 我的胃病好了之后 诶 我的爱人从原来他学了一年多 他没有完成 就是没有一次顺利的完成 七天的壁骨 但是呢 经由我自己两次的实践 当我的胃病好了之后 无形中就给我的爱人增加了 他内在的信心 他对壁骨这件事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包括什么呢 我学了壁骨心法之后 再就回到家里面 我也会用把壁骨心法里面的 讲到的一些实践性的东西 拿回来在家里去实行 去运用 无形中也让他从理解的角度 对壁骨有了更深的理解 特别好玩的是 当我完成两次壁骨的时候 我的爱人 他在家里面再次实行壁骨的时候 他一下子 避了15天 原来最多的时候只避5天 现在呢 能避到15天 然后随着我爱人开始 避完15天之后 我家里的老人 包括我上初中的孩子 甚至包括我们家两周多的小朋友 我二宝 都开始把壁骨这项技术 运用到生活中 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说 孩子那么小也会壁骨吗 在这个实践的过程 我们才发现 其实壁骨是每个人身上自带的一种功能 但是呢 因为我们家长的不相信 或者说我们家长内心的没有办法去相信 还就是相信 就是没有办法去相信这件事 所以呢 当孩子自然的反映出他壁骨状态的时候 我们家长内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担心 其实这个事情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就像我们的二宝一样 我们经常会发现 这么小的孩子 我们经常会发现 孩子有一段时间 他会不爱吃饭 或者说 有的时候孩子会经常的发烧 就是无名原因的发烧 他没有感冒 也没干嘛的发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因为也 在这个这两年 也一直在学习中医 我们知道 我们才知道有一种什么呢 孩子有一种基石发烧 那么当孩子自然的发生基石发烧的时候 他就是有一段时间 吃的有点多了 那里面的食物没有办法消化了 这个时候 孩子很自然的就表现出了壁骨的这种反应 他就不想吃东西了 但是过往呢 因为很多家长没有学过壁骨的时候 我们都会什么呢 我们都会变着花样的做好吃的 让孩子接着去吃 然后往往造成孩子持续的发烧 或者说反复的发烧好不了 但是呢 因为从我开始去实践了壁骨 然后爱人老人包括我们大宝都去实践了壁骨 所以当我们再次遇到我们家小二宝两周多的小二宝再次发生这种有时间轻微的发烧 或者说有的时候他不想吃饭的时候 我们内心又已经变得很淡然了 我们知道这是孩子自然的一种壁骨状态 这个时候呢 特别简单 就是什么呢 顺孩子内在的这种需求 孩子不想吃了 就不让他吃了 就不管他了 所以说我们二宝我印象中最深的 可能他最长的一次也就是两天几乎没有怎么吃东西 但是呢 他经过两天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是半天 或者有时候一天 经过这样的调整 你会发现 他饿了几顿之后 他再吃东西的时候 他吃的特别香 吃的特别多 所以呢 这其实我们人本身就自带的壁骨的 这样的能力 但为什么又说壁骨又是一个技术活呢 是不是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主题 是不是有点有点有点 有点相反呢 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特别是在我们成年人学习壁骨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需要什么呢 需要去做更多的练习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壁骨是一项传统的养生术 那很多人说 我来学壁骨是为了减肥 我学壁骨是为了调整我的高血压 什么糖尿病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往往什么呢 在我们的意识中 我们就把壁骨当成了什么呢 当成了一种养生术 而不是养生术 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最核心就在于 其实我们学壁骨 除了我们学不吃饭之外 如果你仅仅是从养生的角度 那你可能饿两顿可能就好了 但是呢 如果从养生的角度来说 它内在 壁骨这项养生术 内在还是需要我们去学习一套心法 它内在还是有必要 让我们用一套心法来支撑我们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像学做菜一样 很多人说 学做菜挺简单的呀 从百度上搜一搜 或者买个这个菜谱 它里面所有的配料啊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量啊 所有的这个流程啊 都都有 那你照着去做就做好了吗 但是我又说但是了 你真的刚开始学菜的时候 你是通过菜谱学会的吗 相信很多人不是的 想到这我就想起我的儿子了 我的大儿子 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 从过年到前一段时间 不是一直在家里面吗 所以说儿子除了这个上网课之外 他的兴趣 因为大儿子从小比较爱吃 所以呢 他就有兴趣什么呢 想学做菜 刚开始的时候 就像我们很多人 刚学做菜的也有 儿子也还是自信满满的 说呀 我这个 我今天想 想做土豆炖牛肉 他就从这个手机上 去搜这个百度 搜出一张菜谱 然后他就把东西准备好 去做了 但是呢 一次两次 他做出来之后 他总感觉 不是那个味道 或者有的时候淡了 有的时候闲了 他就非常困惑的去问我 说爸爸 你看我 我照着这个菜谱做的 为什么 做不出你那样的味道呢 这个时候 我就非常好笑了 我说 其实学菜 也是有秘诀的 什么样的秘诀呢 刚开始 很多时候 就像我们学壁谷一样 铁壁谷也有秘诀 但是呢 如果你不是 没有经过亲身的时间 我即便把秘诀告诉你了 那也没有用 对你来说 也只是一个知识 所以呢 当儿子再次 他想要做一些菜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旁边 给他做一些简单的指导 比如说 我们在做菜的时候 需要考虑菜之间的搭配 配舞 需要了解每一种菜的 它的特性 或者说它的物理性质 甚至它的味道 和它的搭配原则 甚至每一样菜 在处理准备的过程中 需要做哪些处理活动 这都是潜移默化中 在实践中 去总结出来的东西 但是呢 这些东西 你从书本上 真的是学不到的 就像我们壁谷是一样的 然后 有一天我突然 在儿子再做菜的时候 我就给儿子说 我说 其实在做菜里面 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秘诀 你知道是什么 你想知道是什么吗 儿子说想知道啊 这个时候 因为他前边 已经有了一些 失败的教训 又已经有了一些困惑 所以这个时候 我在告诉他的时候 我只告诉他了一句话 然后儿子在后续的 再做菜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哎 过了一段 没过多长时间 儿子 因为那段时间 我这个开直播也比较多 所以说经常会发现 哎 我中午下了直播之后 儿子已经做了一桌菜 做好了一桌菜 那很多人说 那秘诀到底是什么呀 也可以告诉大家啊 我的秘诀就是什么的 因为我的秘诀 我也不是科班做菜出身 我的秘诀就是 从小跟着当大厨的爷爷 耳鱼目染的过程中 学会的 只有一个简单的一句话 干什么呢 就是做菜的过程中 你要多去尝 多去什么呢 多去对比 那么再简单一点的 简单到一句话上 就是什么呢 我们放任何调料的时候 都要一点一点的放 然后在放的过程中 去尝一尝 去对比一下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多尝 你菜自然 做的多了 你就能做好了 它的秘诀 真的是就这么简单 就是你在做菜的过程中 多去尝一尝 多去区别一下 我今天的火候 大一点 小一点 我今天的盐 放多一点 小一点 我今天是前放羊 前边放盐 还是后边放盐 就是因为这样的 不断的去尝 不断的去对比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你慢慢的做出的菜 味道越来越好了 那么回到我们壁谷中 就像什么呢 其实说白了 我们学壁谷 为什么说壁谷是个技术活 那么技术活都有一个特点 都有一个核心 就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 即便是所有的技术活 都不是仅仅通过一堂课 或者一本书 通过知识的学习 我们都能掌握的 都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 不断的练习练习再练习 因为只有通过练习 你才能发现你认知上的插步 然后呢 你才能在不断的修种过程中 不断的越来越纯熟的掌握这项技术 那么作为我们来 我们因为壁谷 我们有缘走在一起 我们因为壁谷 我们又延伸出我们的壁谷心法 延伸出我们最后 我们经由壁谷 我们开始学会什么呢 学习如何和自己相处 如何去爱自己 如何去经营我们的家庭 经营我们的夫妻关系 如何去对待我们的孩子 而这些呢 所有的这些 其实它都是一项技术 都需要我们通过我们 把这样的事情 拿到我们的生活中 去一遍又一遍的去实行 去在做的过程中 不断的修正 最后 我们才能熟练的掌握壁谷 才能把壁谷 融入我们的生活 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 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好了 谢谢大家